每個人對放假定義到底是什麼呢 像我,就喜歡騎著車 倒出句話 可能是非常之熱的天氣 也有可能像剛剛下過大雨一樣 不管怎麼樣 分不出的是這種 想要奔放自由的感受 看看那藍天白雨 不知道 心情都會好上許多 大家都在開車的時候 所以我也在騎著特殊門 然後特殊物就在門口 然後我現在在 明天 待會我會選擇一個我自己也沒去過的地方 所以我自己也先拿 安排 復興出發前 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裡 於是呢 我就隨便找了一個 路途的終點 當作我的目標前進 好,繼續前進 這個應該是沒什麼會去的地方 所以今天在這條路上面的 後半段應該是沒什麼車的 所以要幹嘛就可以幹嘛囉 Let's go my 前進在山林間 沒有任何的車 這個假日 真的像廉價嗎 不 因為我們選擇的不是熱區 而是很少玩會到房的地方 在這樣的一個路況裡 你才會選擇非常的自由 而不是像在城市裡一樣 被 遇到 遇到 來到了小村落 我們必須幫忙速度 看看這邊的街景 看看這邊的居民 還有軍中他們 繼續前進 這小路上 我的速度放慢了 因為 在這樣的路段裡 我們並不知道我們遇到 什麼狀況 路越來越小條 現在來到了 便道 便道就是大便的便道 路非常的小條 能夠一台車在 緊緊 那我們現在越爬越高了 非常的HIGH 這個POSE好像沒有這樣超強 這個POSE 車級 比較高 所以沒辦法 常常想要去頂道就去頂道 那並不一定要設斜 其極多多的活動 經典 而是造訪 你為什麼到不了地方 這路段 讓我們必須 非常注重 我眼前所看到的一切 而不是盲衝 一直撐下去 這路段 讓我們必須 非常注重 我眼前所看到的一切 而不是盲衝 一直撐下去 並沒有辦法感受到 這樣的一個景點 也許很孤單 在這樣的路上 只有我一個人先進 但因為漫無一目標 所以我不敢去 其他的車我一起前往 到底好不好玩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這是屬於我個人的一個風格 我喜歡去找尋一些 不一樣的地方 哪怕是非常無聊的一個景點 但我享受在 這 旅程上的一個集團感受 挑戰它 冒險 往前 究竟等一下我們會下到哪個溪床呢 我也不知道 只是看下去很漂亮 我們現在在環山裡面 還有蝴蝶 剛剛還有一堆山羊 他媽嚇死我的毛啊 太可怕了 突然間我以為是大黑一口要衝出來了 OK 我們今天駕駛的是DLG 那經過配置的部分的話 牛力反應非常的好 很適合在這種林道間穿梭 那我們就繼續前進囉 哇 到處都是這種路 他媽的太緊繃了吧 好家在今天沒有找人來喔 不然我應該被人被打死了吧 所以我覺得這次比較好玩啦 就是 並不一定要照原來的路徑去走 就是 只是要一個人出門要非常注意的是安全 這種複合的凝凝地 嗯 其實兩個輪胎在上面的時候 是完全是沒有抓地底的 所以我們保持適度的一個油門掌控 還有輪胎的平均性 在幹地之後我們就會更勇往 更勇敢的往前推下去 哇 OK 終點到了 我看一下路況 大家決定要不要下去 我們來到了 什麼是六線道 終點線好不好 其實對台灣的路 什麼畫分 我不是很清楚 然後本來這個是有做釣橋 那後來釣橋應該是斷了 連接到那邊 這裡有個釣橋的基座 反而想說應該是有辦法下去做射水的 不過 往下面躲下去 有沒有看到 然後 小斷崖 沒辦法下去 等到這裡看一看 發個帶 休息一下 然後想一下等一下要去哪裡了 說還蠻漂亮的 有點與世隔絕的感覺 再往前走 往前走 然後就 又 又沒路了 成功是被沖刷掉的 這到底有沒有很厚 我也不太敢走過去 太可怕了 一根出門 要挨的時候 沒有遇到 這個行程的重點 真的是有點無聊 本來是預計想要下去 玩點沙 玩點水 但因為橋斷了 路也斷了 所以也沒辦法下去 於是現在準備反彈 這次回程的時候 我們將我們的攝影器材 撞在了頭上 順便想拍一下那種 從上面往下看的視野 然後等等 靠北靠北 跟太近了 哇操 差點 他媽的 我就撞 撞 超薄阿 當時我整個前後路都 精緻 不在正確的方向上 由於更太近 假設回程的時候 忘記 這邊有個泥巴路 差點導致自己的第一次 噴車了 OK 游進無險了 我繼續的翻航 在小火車後面我們看到他 非常滿意的往上衝 本土飛揚 非常的靈潭 於是我也繼續跟著他的 卡通後面 往前 往上 走上反彈的道路上 一路一樣 看到的是這些千灘百灘的道路 年久失修 當然這也不太常在去守護路 畢竟 這個路的終點 就沒有再往前了 一路看到這些 崩落的 狀態 其實如果帶著一群人 如果帶著一點速度的時候 可能全部一起累壓力了吧 OK回到了小鄉村 我們一樣慢慢的 游災的 欣賞一下 全住民的部落 其實這個場景就很像台東花蓮 每個 線到旁邊 往山的那個方向 都會有這種場景 看著別人 愜意的生活 其實 我還滿羨慕的 每天都可以欣賞 大地 帶來的 感受 還滿舒服的吧 我覺得 如果老的時候 我覺得我應該會搬到 這樣的 場景裡面去過生活 今天因為沒有特別找到 想要玩的地方 一次半路又找了一條小徑 然後殺了下去 這一路的斜坡 超過45度 從攝影器材上面 我們看不到45度 不過 現場立領的時候 應該就是 就是要騎車下去嗎 要嗎要嗎 你會充滿的掙扎 不過我向來就是 走到哪 換到哪的人 像這邊的攝影就有點高 所以速度放得非常之慢 那石頭也非常大顆 導致於我們在下停的時候 沒辦法以 正常的速度 Offroad的下去 畢竟我的車 去買沒多久 OK 來到了這裡 又到了河床的底下了 剛剛 我們沿著一個小路 殺了下來 我覺得蠻苦毒 我的DRG的 看到了沒 男生都摸摸摸 真的是戰機威煌啊 今天都說 那個牌架到底會不會噴到後面 剛剛整個泥巴上來啊 那後座的部分 全部都是乾淨的 就只有底板的部分 那是長的 大概就這樣吧 回去再沖一下就OK了 在這些河床電道方面 推起油門 你會感受到 陰上的石頭 非常的緊急 那帶著一些鬆軟 所以在這上面 你可以進行的通 進行的鎖匙後輪 進行 所謂的滑胎之類的 都非常的好玩 就像現在這樣 好 Slow Moji 以及等等 我每人會進行做燒胎的一個動作 哇 嘖 好玩 只是因為今天一個人 所以沒辦法錄我全程在玩的東西 真的是錄了鏡頭 哇 我現在所在的地方都非常的危險 隨時就在河床下了 隨時就在河床下了 很想下去我的左半邊 但是左半邊的感覺是個爛泥屁 我覺得我要下去有點困難 魚子我覺得有點放棄了 難度太高了 下去不知道上不上的來 這是一個很危險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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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經過傳統的調校之後 避震的距離之後 其實在off-road的上面 還蠻給力的 那今天大部分在遊玩 所以拍照的時間比較少 所以就先上個起當囉 我的DRG 多個半天二夜 好 快 不要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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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